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大明星 导演 投资人赚得盘满不满 但是留给广大消费者 则是粗质烂道 一地鸡毛 类似手撕鬼的 不当藏雷等神剧 雷剧层出不穷 没有底线 肆无忌惮地侮辱广大消费者的智商 情商 可以说 娱乐行业这些年的发展只是实现了量的扩张 至于质的方面 不声反降 整个行业都陷入了集体沉沦中 一时一人的沉沦 以王安全为代表的导演 以黄海波 柯震东为代表的演员嫖娼 吸毒 斗殴等事件接连发生 演艺圈人员得到素质大面积划破 二是作品的沉沦 创作的作品 要么空洞无畏 要么涉谎暴力 要么赢格低级趣味 没有体现时代主旋律 更缺乏艺术情操 三是营销手段的沉沦 通过暴炒不堪情使 肉体走光 或大打苦情牌等华众取宠的手段 迎娶粉丝 迎娶市场 比如 王宝强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家风不顾 通过自曝妻子偷情丑闻 迅速罢评 赢着众多粉丝同情 为其主演的电影《大闹天主》攒足了人气 这三大沉沦表明 娱乐行业供给端已经出现问题 越来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娱乐消费需求 而赵本山的小铁事件 是这一供需矛盾爆发的临界点 似乎一夜间 赵本山就由持续数十年的春晚红人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低伏艺人 其实 赵本山并没有变 变得是消费者 变得的是消费者对高品质文化娱乐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 因此 我们需要开展娱乐行业供给策结构性改革 才能推动文化娱乐行业浴火重生 重铸辉煌 以示优化艺人结构 将有江西毒 嫖娼 偷刑等为反法律 道德底线行为的艺人纳入黑名单 永远禁止进入娱乐行业 作品全部下架 对得一双心的艺人 要从制度上给予奖励和培育 比如 得一双心型艺人主演的电影 电视剧 给予优先审批 优先上卫星电视 二是优化产品结构 娱乐产品除了具有帮助群众休闲放松的功能外 还具有起低心灵 树立准气 拓宽视野等功能 娱乐产品不能一味迎合部分群众的低级趣味 要体现时代驻旋律和主基调 要建立娱乐产品分级管理制度 限制低端 低俗娱乐产品出版发行 鼓励高雅 高端娱乐产品上市发行 三是优化市场环境 当前的娱乐行业 整体是一团乱麻 毫无章法 鱼目混珠 要建立娱乐行业相应的法律体系 对市场准入 分等分级 讲成等作出规定 形成规范有序 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扭转劣币驱逐良币发展形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